好,那我们来执行一下老鼠走迷宫 所以我就先开Nopay加加 输出也要贴到吗? 输出,对啊,输出不用贴 我怎么连输出都贴 好,OK,应该这样就可以了 那我把它存一下 存在哪里呢? 我们在AI里面行 先放一个Search Bread Search 途行搜寻,我们的Search是指途行搜寻 那这边就是 我们的名字叫什么 其实名字不重要 但是, let's find them 好,那OK,这个程式就贴上去了 我们就来执行一下 开一下Node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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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Connect 好,那这就是我们执行的结果 我执行Node Pass Finder 然后呢,一开始我们设定起始点是这一点 20这一点 然后他就开始走啦 那一路走走走走 走到他走出来就结束了 最后有可能结束是他走不出来 因为没有路 没有路他就走不出来 他就最后就是整个搜寻完毕都结束 也有可能 那这个是我们的老虚州民工的 程式执行的结果 那我的资料结构是这个样子 稍微解说一下 我的资料结构很简单 就是一个 字串正列 那这个字串 每一个字串都代表一列 代表一列 所以呢,我每次去走的时候呢 我走下去我就把它放一个点 一走下去就放一个点 那 那如果我回来 回来的时候 我们会去记录 就是 你看,信号代表墙壁 信号代表墙壁 常壁的话就不能走过去 对 然后呢 呃 加号 如果是碰格代表完全还没走 碰格代表完全还没走 那 是点的话呢 就代表我现在走 我现在走 他加号代表 加号代表什么 加号好像已经是代表已经走完了 走完了 走完了不能 就是我走完了 然后 我不希望说 他再被走一次啊 就放加号 但是 这个加号我有用到吗 忘记了 再看一下 那所以 呃 怎么走呢 第一个就是测试右边嘛 右边 如果可以往右走我就往右走 不行的话我就往下走 再不行我就往左走 那不行我就往上走 那就看你现在位置在哪里 OK 选择上下左右这样走 他是用递回的方式 所以你看看 这里是Pine Pass Pine Pass 递回的方式 左边可以走我就走左边 右边可以走我就左边 这样子 一路测试下来 他有顺序了 那最后如果真的都走过 四个方向都走过不通 就放个加号 让自己以后不要再走了 因为他只会往空格的方向走 所以放个加号他就不会再走 好 OK大概是这样 那所以我们的整个城市 其实主要的就是这个Find Pass 配单简单 这个Find Pass 那主要是四个地回 四个方向所以是四个地回 用这些来判断说是不是走过 OK 那我们的目标是要走到五七这边 五七这边因为他是出口 OK 那我们从 从哪里开始走 从二零开始走 好 如果走到五七就结束了 OK 那其实也不一定要用五七啦 比如说我们也可以走就是 哇走到初戒了 那就结束也可以啦 那我没有这样做 我是用五七 其实用初戒可能更好 所以他最后走的结果就是这个样子 这样走走走 OK 走到这边 走到这边 卡住 卡住就走不下去了 因为这三面都是墙壁 他这边已经自己走过了 所以就卡住就退回了 退回 然后到这边呢 又往上 又卡住 又卡住 退回 然后到了这边 再放点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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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走 走出来 OK 大概是这样 那这完全是靠地回 自己试一遍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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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稍微看一下他的执行过程 会比较清楚 也讨厌 能够 试一遍